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現在科技發達到 簡直是跟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很方便的 當然這種方便也會帶來不法之徒有機可乘 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近期 這個WhatsApp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用的 很多騙案 會導致你錢財損失之餘 更加會令到你的account也沒有了 你的戶口也沒有了 那怎樣去騙我們的戶口呢? 我們跟大家一起拆解一下 小心 被騙徒有機可乘 因為懶惰了 因為蒙受損失就麻煩了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很多人都會經常收到一些陌生來電 我們經常收到那些什麼 假務消費券 假務衛生署 但是這些我們聽得多就熟 但是在WhatsApp上面有些陌生人的訊息 有時候我們真的很難要去提防 就好像之前早一陌生 WhatsApp官方也發一些訊息給大家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究竟在網上問 這個是不是真的官方 經常都說到有些假的電郵 或者假的信件 想去套你的個人資料 現在更加試過有位女士 收到 在工作上可能有些朋友 連續多次打入 打給她 用WhatsApp打給她 當她聽到之後就斷了線 後來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短訊 這個好像叫做古怪 當然 古怪的事情 大家不能調以輕心 雖然 可能打給你那個 或者發訊息給你那個 感覺上好像很熟 朋友 這個就是誰 發訊息來 想著沒有死 原來可能隨時已經墮入了騙徒的陷阱 這件事件是怎樣呢 我們看看 剛才說到這位女士主 收到這位朋友 一位很熟的朋友 很多年 她說 認識了很多年 竟然在WhatsApp上不停打給她 聽完之後又斷線 後來收到一個英文的短訊 要求她輸入一個六位數的代碼 好了 因為正在做事 她沒有戒心 就跟著指示入了代號 立即那個帳戶沒有了 嘩 接著 說到這一刻 入侵事主的手機之後 更加再扮成為她 向手機裡面的聯絡人 放射式 海量式 魚翁 殺網式 去這樣行遍 令到很多人都遭殃 而說到更加離譜 大家很多人現在都會 工作 用WhatsApp 工作很多群組 有很多人 更加離譜 黑客幫這位女事主 推出所有WhatsApp的群組 他說每天做事要聯絡不同的人 做事非常不方便 沒有WhatsApp 停頓了 你想想 有很多人都會 怎麼找你 那 這位事主 聯絡官方WhatsApp 就說 她的帳號已經被黑客鎖定 需要等12個小時 收到官方驗證碼才解到 去拿回這個帳號 想不到 12個小時之後 她再收到黑客的假WhatsApp短訊 她不如有詐 以為是官方的驗證碼 再輸入之後 再被騎劫 再繼續去傳訊息 然後她說 現在還在傳假WhatsApp給她 叫她輸入代碼 很無奈 沒辦法 換電話號碼 其實她是怎樣 她是用一個短訊的形式 去傳給你 那個訊息就寫著 WhatsApp 官方檢測你的帳號存在風險 12小時後將會永久註銷 為確保你的帳號安全 請聯絡客服完成驗證 有條連結出來 這些是假模的 WhatsApp怎麼會無端端 發個SMS給你 正常來說 是不是應該打開WhatsApp的時候 她就已經會彈個警告出來 這就是其中一件事 現在發的SMS短訊 收到很多垃圾短訊 例如那些約炮 推廣優惠 那些假的 開廠大便宜 類似我都收過了 很多古靈精怪 經常叫你按下去 當然也有積分優惠 之前說過 你有積分到期 大哥 我明明用和記 他突然說 我CSL 積分到期 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但是有時候 香港有幾個台 十個這樣審 總是一兩個中 所以大家這件事真的要小心 這種叫做釣疑訊息 第二件事就是 有時候 你身邊有朋友 中了招 他會假冒 身邊的人發信息 好像剛才這位女事主 他收到 已經被人入侵了的朋友 電話號碼 發信息給他 在WhatsApp 內文是這樣寫的 好像平常打招呼 你好 他說 肯抱歉 簡體字 我錯誤地通過短訊 向你發送六位代碼 可以將其轉給我媽媽 迫在微節 然後又打電話給他 感覺好像很真實 其實我自己也收過這些信息 不過不是WhatsApp 有些軟件 不是常用的 類似Telegram 還是Signal 突然有一個不認識的人 發信息來 嗨 然後又是嗨 然後問哪位 嗨什麼鬼 我打算暫停他 然後他很快就立即回覆訊息 不知道說什麼類似 說到 我剛剛發了一些東西給你 你可以發給我嗎 然後我已經開始醒目 我又不認識你 你發了什麼給我 然後他很厲害 截圖 說你在主畫面上 你會看到官方有個驗證碼 你把電話號碼給我 我心想 白撞 想騙我的帳 因為正常 大家怎麼會出現這個驗證碼呢 就是他去撞 大家的電話號碼的時候 因為官方 他就會發信息 在原先電話號碼的機主 這個機主就會收到一個驗證碼 但你們自己沒有做過這個動作 那些客客就會在這個層面上亂撞 可能我們撞到12345678 這個電話號碼的機主收到一個短訊 然後客客就會發信息 Whatsapp也好 不知道什麼都好 經過這些社交媒體的通訊軟件 就發過信息 不好意思 我發了信息給你 你可以給我一個號碼嗎 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不要 離開他 更加要刪除他 甚至是Block了他 舉報他 因為他最主要能夠拿到你的帳戶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你電話收到那六位數的驗證碼 這個六位數驗證碼其實是一個保障 真的原先的帳戶使用者或者帳戶擁有人 你收到這個訊息 你才可以 你拿到這個驗證碼 你才可以進入自己的帳戶 你想想 你把這個驗證碼給別人 換句話說 你整個帳戶拱手相讓給一天 所以大家 真的切忌 不要做這件事 我那次還故意玩他 嚴正馬 然後我說什麼嚴正馬 然後我隨便 我跟他這樣照片 嚴正馬那個位置擦了他 但他很驚訝 然後他們說 不是啊 有個號碼的 我說你收皮吧 然後我說你收皮吧 我隔了一條尾子 知道你想怎樣 然後他馬上Block了我 哈哈 心想 你真的要跟我玩這些 那當然 其實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怎樣去防範這件事 其實 說到說近期 警方 一個星期收到這25宗 這些叫做假冒釣魚個案 對 只是在8月底 一個星期已經有25宗 其中有些金額 涉及金額 曾經試過 有一位69歲的寡婦 代入了這些WhatsApp投資的騙局 不見了447萬 其實 說到說單單一個通訊軟件 可以騙你的帳戶之餘 更加可以發放一些廣播信息 有些叫你賭錢 那些KK園區的廣告 又說有些投資 正東西 有時候無端端不知道 為何被人扯進去的 那些古靈精怪group 那些投資大師group 這些全部都是 小心 大家盡量 見一個就封一個 不要進去 一些不認識的人 就算認識的人也好 你有懷疑 可能他平時跟你說的話 都不是這樣的 平時可能虛寒問暖幾句 突然之間 跟你說話 那麼奇怪 好像不是很真實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做一個方法 用電話號碼 打回去給人 就不要用WhatsApp裡面的通話功能 就這樣撥回電話號碼 打過去 去了解一下 有時候 因為你經過WhatsApp 打過去 人家的WhatsApp 戶口已經被人 hack了 沒用的了 其實是 所以你知道他的電話號碼 是甚麼 你打過去 了解清楚 更加好 這位 搞到 不見了四百多萬 更加搞到自己 全身債 原來他怎樣墮入了這個騙案 就說 這名69歲的寡婦 收到一個WhatsApp信息 就說對方自己是一個投資公司的經理 專門處理金融市場的投資 可以幫市主賺錢 想不到 他不如有詐 透過對方的連結 下載了一個假的應用程式 更加有人在應用程式裡扮 賺錢 引誘市主在兩個月內 先後12次將一共447萬的金額 傳入多個戶口 其中有270萬的積蓄 和170萬的銀行借款 哇 真的 你經常都說 金易中 當底褲也放下去 真的當底褲也放下去 唉 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哪有免費午餐 這麼容易不勞而禍 這麼大隻甲拿槌 他能夠贏錢的話 他為什麼不自己躺下去呢 要你躺下去 你躺下去 你躺下去有什麼好處 他賺你那些勇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不是所有的投資都是假 但是你要了解背後 究竟他們是不是真的專業的人士 是不是持牌的人士等等 而不是說 隨便別人創佳職 給你一些圖 你看看 我們又贏了 這些圖 即是說賭錢 騙人 又說來莫了 那些 全部都是網上偷圖 改圖 P圖 現在的P圖技術這麼厲害 說到人都變了高妹 是不是 個個都靚仔靚女 那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很容易 改了 那些入數圖 全部都可以改 所以大家 真的要小心 不要誤墮這些騙案 除了這些騙案之外 很多有些新型的騙案 更加說到在WhatsApp上 除了剛才說的那些 就說你會收到一些 叫做假的釣魚信息 又或者叫做投資的信息 通常警方就告訴你 十個 五多的 投資 個案 六個都是信錯了這些 白狀的WhatsApp 信息 所以大家 怎樣去分別究竟 他們這些叫做 白狀信息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不懂 不懂的 就不要理 那 你覺得有風險的 你就封了我 尤其是說 就跟你說一些安全風險 又說一定要拉要鎖 就像電話一樣 我也收過 電訊管理局提提你 你的電話有問題 將會被停用 我們就這樣聽 你就覺得很假的 但是如果他假冒一些官方的訊息 我們就要提高警覺 我總是覺得 我寧願被你鎖 真的鎖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敢由你鎖 鎖完之後 我找回官方去處理 好過你按下去之後 發現了很多東西 到時候 搞來搞去搞不定 那麼更加 有幾樣東西 剛才我講過 第一樣東西 就是釣魚訊息 去騙你一個嚴正碼 第二樣東西之後 更加有時候 要你輸入電話號碼 你輸入電話號碼之後 騙徒會利用你的電話號碼 在另一個裝置 電腦也好 或者另一部手機 去登錄你的WhatsApp 更加套取其他電話號碼 就會拿走了 那有什麼辦法 我們可以叫做防範呢 剛才 第一樣東西 經常都說 其實有些位置一定會脫漏的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按下去 這些可疑訊息 或者叫可疑網站裡面 舉例 它會打錯字 即是故意的 WhatsApp 原先就是WhatsApp 假的那些可能變成WhastApp 感覺上可能只差一個字的換位 在錯摸的情況下 我們就這樣站在網上 又或者 中文字 系統 就變成 廣東話的係字 又或者 明明應該是繁體 我們用的軟件是繁體字 全部都變成簡體字 大家要留意 另外 我們如何預防呢 盡量開啟雙重認證 怎樣雙重認證 就是 只要 有什麼環境可能 你用自己的email 會收到另一個驗證碼 就不是單靠你一個電話號碼 可以收到驗證碼 因為騙徒 頂東可以在你的電話號碼 即是騙到你 傳WhatsApp給你 他知道你的電話號碼 但他未必知道你的email 他未必知道你的email 那個密碼 所以雙重認證 有時候是需要 你再在 收入你的電話號碼之後 在你的電郵裡 再找回那個驗證碼出來 所以 有時候大家開了雙重認證 就比較安全 另外 如果你有時候發現 WhatsApp其實裡面有個功能 大家可能不知道 究竟有什麼 裝置 是在開啟你這個戶口 如果你在WhatsApp裡面 右下角有個設定 上面 可以看到已連結的裝置 如果你曾經在其他電話上登錄過 又或者在其他電腦上登錄過 用過網頁版的話 可能會掃出 你便可以把他踢走 登出所有不明連結的裝置 這件事便可以遠離 不發之途 更加 誰都好 不要告訴別人 密碼或者代碼 記住 即使是幾熟 也好 一個朋友不會無端端 入錯你的電話號碼 然後發了個驗證碼給你 然後叫你給他一個驗證碼 這件事大家切記了 幾熟也好 有什麼事你打給他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打給他 問清楚 是嗎? 剛才你發了一些東西給我 這件事大家要切記 好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真的幾百萬 過了給人 真的很無奈 下次再說 拜拜